妻子突然变成自己的理想型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男人和妻子已经结婚多年 婚姻也进入了倦怠期 面对热情的妻子 男人赶紧假装工作太累需要睡觉 每天的入睡缓解 男人避之不及 这天他路过一家药店时 发现药店门口贴着一副海报 售卖一种能滋润夫妻生活的倦怠妻特效药 男人半信半疑地走进药店 他对店长说明来以后 店长直接拿出一瓶药 男人对药笑表示怀疑 大方的店长直接给了男人一颗 让他吃一颗试试 就算不买也没关系 回到家的男人 看着手里黑不溜秋的药丸 一口将他放进嘴里 然后用水吞下了肚子 就在男人躺在沙发上看杂志时 妻子过来叫他去洗澡 男人有点不耐烦 就在他抬头时 男人看见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原本黄脸婆的妻子 变成了杂志上的女神 他吓得直接从沙发掉 男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自己的妻子怎么变女神了 回到房间的妻子为自己护肤 男人奇怪地看着妻子 直到看见妻子熟悉的动作 他这才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妻子 又到了男人最害怕的环节 等妻子躺到床上时 男人却被吓得站起身 这下男人才敢躺下来 看着女神的面容 男人这下忍不住了 第二天男人醒来时 妻子已经起床了 等他找到妻子时 发现妻子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自己的妻子突然变成杂志女神 这是怎么回事 男人吃下一颗药丸 原本的黄脸婆 竟变成了心目中的女神 这让她开心了一整晚 可是到了第二天 妻子又变回了原本的蜜样 男人立即赶到药店 男人当场表示很满意 老板神秘地告诉男人 这种药能作用于人的内心 能让自己的妻子变成理想中的女人 只是一颗药只管一天 男人当即购买了一个月的量 离开药店后 男人迫不及待地吞下一盒 等他回到家 女神已经开门迎接他了 男人的脸上当即露出了笑容 妻子问男人先洗澡还是吃饭 可是男人却迫不及待 拉着妻子进了卧室 到了晚上 男人破天荒地陪妻子看起了肥皂剧 可是他的心思不在电视上 全在身边的妻子上面 看着看着 男人假装累了要睡觉 直接关掉了电视 拉着妻子赶紧进卧室睡觉了 就这样男人仿佛回到了热恋期 和妻子重新谈起了恋爱一半 一起去公园玩 一起吃雪糕 还拍下了许久未拍的合照 可是相机却没有吃下药丸 拍出来的照片里 妻子依旧是那个普通的样子 妻子正开心地将照片放进相册 他翻看起相册 回想起以前那段快乐的时光 男人看着相册的内容 他看向妻子是感到有点愧疚 很快一瓶特效要吃完了 男人只是吃下一颗黑色药丸 自己的妻子变成了心目中的理想性 他们如同热恋中的恋人一般 到处出去玩和打卡留念 可是很快一瓶要吃完了 男人又来到了药店里 当老板再次递给他一瓶时 男人却迟疑了 男人还是再次买了一瓶 可等男人回到家时 妻子依旧是女神的模样 可是男人却并没有那么热情了 就连他的眼神也不敢对视 到晚上睡觉时 男人也假装太累早点入睡 丈夫的行为让妻子也感到了不对劲 他叫住自己的丈夫 男人也想起了自己求婚的场景 那时候的感情是多么美好 突然感觉自己是多么对不起妻子 心中顿时百感交集 在妻子的真情流露中 男人发现妻子的面容变了 妻子慢慢变回了自己原本的样子 男人也找回了原本的自己 他把妻子紧紧拥入怀里 随后男人把一整瓶药全部得掉 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需要 第二天男人去上班 妻子像往常一样送他出门 原来妻子也有一瓶 还是女士专用 在妻子的眼中 自己的丈夫是如此的完美 影片也到此结束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